妈妈过两天就要出差 去很远的地方 很美的地方了 你有什么要跟妈妈说的 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没有 你说说 比如说 妈妈路上要注意什么 妈妈你注意别跳在外面 张子怡在娱乐圈的地位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她是记忆巩俐之后 唯一一个冲向国界年员 张子怡得过的奖项 有金马奖 第三十三项金像奖 第三十二届百花奖 中国电影华表奖 中国电影军纪奖 香港电影金像奖 台湾电影军马奖等等 许多奖项 在国外的知名度也是极高的 几乎国内大牌的导演 如张艺谋 李安 王娇卫 吴宇森 冯小刚等等 都和她合作过 并且对张杰的评价也极高 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奖项的认可 才给了她狂傲的资本 你得过吗 道明哥不瞒你说 我得过 而且得过不止一次 几次 你肯定会羡慕我的 说 我得过三次 是不是中国女演员里 你得的最多呀 目前是 张子怡是个很有野心的女人 要不然也不会在娱乐群 有这样的地位 其实从张吉的脸上 就可以看到她那种 找准时机 叙事待发的野心 俗话说的好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从我虎藏龙到一代宗师 这些优秀的作品呢 让我们见识到了 她的实力和演技 张子怡从来都不会 掩藏她的野心 在之前的八杀晚会上 中东明星在大合影的时候 她一下子把上衣拉下来 一副姐就是主角的霸气 上涵 你再蹲一下 上涵再蹲一下 成功的成为了焦点 事后呢 好多网友都评论 张子怡是一个 把野心写在脸上的女人 但不可否认 她是一个有实力 和底气的野心者 如果没有野心 在支撑着她 她又怎么会 一步一步走到 现在的位置呢 有野心的女人 才会活得出色和精彩 现在的张子怡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好妈妈和好老婆 对于张子怡来说 可谓是圆满的 亲身的 儿女双全了 刚进入2020年就迎来了好消息 1月3日 张子怡在社交平台公布自己平安产下二胎 2021年1月1号 我们的生命中多了一个她 从此我们的世界又多了一份幸福的牵挂 这是上天祈予我们最美的新年礼物 感恩 新年真好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在张子怡生产当天 汪峰带着行刑一同来到了医院 共同见证家庭新成员的到来 汪峰正是太有福气了 48岁的她终于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儿子 这个新成员的到来 对汪峰和张子怡来说 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但是对于行刑来说呢 是多了一个真宠的对手 就网友爆料 当张子怡当天生完孩子以后 行刑起初看到弟弟是非常开心的 家里又多了一个玩伴 然而接下来看到爸爸汪峰抱着他的时候呢 行刑却不开心了 怒兄弟弟表示 不准抢走我爸 汪峰听到这句话以后 立马安慰行刑 以后家里就有我和弟弟保护你们娘三 那张子怡听完瞬间就感动落泪 行刑说 妈妈我有点胖了 所以我的思路不清晰 然后说宝宝你没有胖 但是你的思路很清晰 一直都很喜欢张子怡 曾一度因为张子怡嫁给汪峰 觉得很惋惜 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很幸福 所以女神祝福你们呀 她会这样子对我 妈妈快过来 女神祝福